是 好了 那首先呢 當然在大家登場面前呢 而且呢 現場非常多你的粉絲 所以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後呢 首先先給你一點點私人的時間 哦 真的嗎 對對對 就是要不要跟大家來聊聊 因為我相信啊 現場的粉絲朋友們都非常想要知道說 你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 工作上面的規劃跟計劃 呃 其實目前是有幾個劇本在了解中 是 對 然後也有自己的頻道 然後請她搜尋 圓愛妃 然後裡面就是會記錄一些我的生活啊 然後或是說跟老公的對談跟相處 還有比如說我運動啊 或是我喜歡一些什麼 我的閨蜜是怎麼樣 那當然今天的活動就是 之後也會在我的頻道上面 是 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今天呢 VeasBall要傳達給大家 那個支持是 每個人對於生活的一種態度 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接下來馬上回到我們今天活動的主題囉 所以就一開始問一下 VeasBall 平常你會騎摩托車嗎 呃 以前的話是會 但是自從結婚了之後就變成老公載了 哦 哇 就最幸福的老公專車了 是的 沒錯 是 好 那呢 想問一下呢 那以前的時候有騎摩托車的經驗對不對 那在這個經驗的過程裡面呢 你有沒有騎過 或者是做過 是被載的意思 是 有沒有做過我們的VeasBall 我跟你說 我跟VeasBall真的超級有緣 是的 所以我之前只要是有拍戲 嗯嗯 然後我騎的車一定都是VeasBall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我跟你說 不管是那種年代劇 或是浪漫偶像劇 是 職人劇 幾乎都是VeasBall 你剛剛講的這兩種細型 類型 真的都非常適合我們VeasBall的形象 因為你說比較復古一點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他的外型 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適合 對 然後如果說那種甜蜜愛情的偶像劇 VeasBall這麼的時尚 這麼的漂亮 大家第一眼就看到他 也是非常不二人選了對不對 好 那既然說 在拍戲的過程裡面 常常接觸我們VeasBall 所以你對於VeasBall的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他很經典 然後很復古且浪漫 而且我覺得非常重要一點是 每當就是我們在劇裡面 然後我騎著VeasBall的時候 我都會接收到 同劇其他演員對我 羨慕的眼光 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能騎 對 為什麼我騎起來總是在發光 對 真的 因為像我平常如果主持VeasBall活動 的時候我會超愛的 對啊 對 就是你知道還好現在都是數位手機 沒有不需要底片的限制 所以瘋狂拍照非常的大 那這麼的接觸VeasBall呢 除了說你剛剛對於VeasBall的印象 那你最喜歡VeasBall什麼地方 我覺得他要怎麼講呢 我看過一個部落客 他也非常喜歡VeasBall 然後他就寫說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VeasBall呢 因為每當我在騎著VeasBall的時候 我覺得我騎的不是車 我騎的是一種態度 然後我看到這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這太深得我心了吧 因為VeasBall的精神就是我非常嚮往的 是的 像這次就是說 你要活出多彩多姿的人生 你要把握你的生活 然後讓它變得很精彩 然後我覺得天啊 這就是我夢寐以求的生活啊 完全就是寫出VeasBall 整個對於呢 喜歡VeasBall的朋友們的一種生活的態度 你就是最亮眼的那顆心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只要騎上VeasBall 就是閃閃發光的感覺 那VeasBall有非常多的車款 要不要跟大家來聊一聊 你最喜歡我們哪一款車款 我覺得像我身後的這款 是Lavela 是 它真的就是非常精彩 沒錯 真的 然後我在某一部時代劇裡面 騎的就是這款的紅色複補款 嗯 紅色 然後但是今天這款白色的我也非常喜歡 我今天這一身白色的裝扮 就是在向它致敬 所以就是跟它穿上情侶裝的概念 沒錯 哇 你真的非常愛它耶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就是呢 如果今天那裡呢 騎著VeasBall 你想要跟誰 一起騎著VeasBall 出去浪漫的一段旅程 當然是跟我的老公老虞啊 是 對 而且這時候叫說 也只能講老公 對啊 他也不能講 不能講別人 因為我每次就是 講我老公呢 騎著VeasBall 載我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很 覺得我自己很像在羅馬假期的 那奧黛利赫本 他也是騎著VeasBall 然後他男友就是騎著VeasBall 然後載著他 穿越羅馬的大街小巷 哇 所以我今天要叫老虞 騎VeasBall 載我穿越台北的大街小巷 然後自己想像自己身在羅馬這樣 因為你知道光你講這一段 但那邊那邊畫面真的是 哇 無敵浪漫 那種騎機疙瘩的感覺 雖然說台北是個都市 但是我覺得只要騎上VeasBall 不管去到哪裡 去到夜市 也是非常的浪漫 而且非常的時尚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邀請 我們艾菲來跟大家好 介紹我們這一次的 時尚快閃電 還有你最愛的這款車款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邀請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移動腳步 來到我們快閃電內好嗎 那我們就請艾菲移動腳步 來到我們